好 看完英王锦标之后 这一节就和大家飞去南非 看南非马贵的最后一个大赛日 就是南非冠军杯的赛马日 当然当日就会有很多精彩一级赛 比如这一场 水星短途锦标 甚至有一些冠军锦标都会有 还有你最喜欢的那场是伟特锦标 耶 等下来说 还要没有太威力的整票伟特锦标 我相信你作为粉丝就会更加开心 说到南非冠军杯先 这一届就似乎是一种 德班七月赛翻版的感觉 因为9个参赛里面 有8个参赛比德班七月赛 其实退出了那种温泛中原来的 只有一只大夫大和 以一敌八 看看他能否赢得到 近十届冠军的方面 看到黑帖赢过两届 他拍着史朗斯 另外他一五年也赢过的 另外克福特马库也赢过三届 桑德斯也赢过两届 所以连马斯那边就很制裁的 骑斯那边就看到即将 还是已经破了 破了纪录的霍雷 很厉害的反正就是 赢过四届 近两届都是他赢的 金届他其他大夫大王的机会都相当不错 战线方面就以德班七月赛和金挑战为主 金届也是这两条战线对决 看看多马的那场线 就是德班七月赛 讲一下跑第三 王家冠军 那他这场马其实他背的磅就比较重一点 他背的127磅 那他这场马跑第三 其实我觉得表现真的算是不错 因为头马那只迷人东方就已经走得了 那海西呢他就在里面摄上来的 但是王家冠军虽然停一档 但是直到他刀到很出之后才摔上来 那还有可能因为要让缸的关系 始终对他的充斥有点影响 那最后拿回第三 我觉得他真的算是够了 而且看到这只马的表现是越来越稳定 这场全部是三角 而且再次证明了他去年包揽赢下季杯 他真的不是附录的 他今年也在那场一级赛 是在变化地的情况之后赢到一次状元 所以其实王家冠军真的证明了这一马的能力 在南非都算是顶线 那今次转为人口平榜 跑千百没问题 这马跑二千是最擅长 那加上这一场很多马 都会跟他在二千二缩下来 变速力的影响没那么大 对他来说是好事的 嗯 是的 上场其实我也觉得他第三年已经跑得挺不错 而且他在基维尔的马场的成绩都不差 像你说的他今年在那场的总理冠军 我认为王家冠军赢那场其实是赢得挺出色的 我觉得 那今次缩回来四百问题也不大 所以其实希望他跑回他自己应有水准的话 在这场的南非冠军冠军绝对是可以争的 那么另一只焦点也都是大家见了很久的了 就是在这里预见 那么每次见到他就每次都做热门 每天甚至有时马王贵 但是近期就真的变了毒药 这场又跑第五 因为上届只剩7月他跑第2输给王家冠军 今年他退步了跑第五 那么你觉得这马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觉得是关于港市 一来关于港市 始终他要背最重的 加上都一再强调 他在南非是够差一金座 但是他不是很出的 你想要让其他马这么多港 让不起就很正常 第二就是市场上的发挥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差 那这场是走在里面塞车 在这个民人当方和海底中夹夹了三文字 如果冲不到 那么口第五是没办法的 不过这天马马上真的很准确 那市场跑再差也好 这场也只是二三四年 那这次它排最外档十档 段鼓是不会塞的 希望到时候外面的场地会好一点 因为有今年的基维尔 有时就不太好错 是呀没错 你看到这场其实民人东方都在前面 旗南也是在最后才散 那所以变到有时基维尔 你也要想想一下 究竟当天的走位是你摆前还是后追 但是再度遇见 虽然史卓洞就抱着他跑 没办法 大家都知道史卓洞真的是南非无风 但是有时候真的没办法 马骑士的能力真的不错 但是有时候就真的好看那个人 当天的手风和发挥是怎样 但是正常跑的千八也是他的射程范围 例冲一段的马 只要夹得对的话他赢绝对都是正路的 还有一个我们跟大家看的就是很准 但是很难赢 这场只有十二人赛跑的最好的就是海西 你看他的赛绩近期当然是准 跑了三次第二了 连续两场一级赛都跑第二了 在今次战的尾巴就输了给大富大王 这场又跑第二 输了给明东方 那这场究竟有没有能够坐正 我想好像有点难度 因为对手依然都是这么强 那今天他对手的尾巴是二年所远 是的 甚至连超过一年半没有赢 只不过他真的挺准的 他看过他三次大敗都好像有些原因 两次就是特呼方单的2000位 那今天他特呼方单的表现其实就不是很特别而已 另外一次虽然是机围二跑千罗来输了 但是那一场其实戴了个眼罩 戴完眼罩一输就立刻脱下 那你基本上纠正了之后 其实海西只要不要踩着刚刚那两个条件 他都挺稳定的 是难赢一些而已 那今次排过一档 那不知道到时机围二 好像这一场都这么厉害了 那如果是的话对他也有点帮助 是的 那我纯粹考虑因为他真的比较中心 最近的方法都挺好的 那你说输大富大王和明东方 我觉得这个水准都不错 那还有你也说了 大败那几场是情有可缘的 那所以一切条件还是挺试正的情况下 而且都排到个多不错的档位 可以主动点跑的话 那希望他也可以继续交到一个很稳定的水准 那这一场其实在到预见 还有两匹童主马 双倍性和盧龙威 双倍性上场我选他就因为还是默少近跑 但是这次默少近就没来到 换了一个我们熟悉的人 是的 就是换了董明朗跑的 这一马就很喜欢找回出那些骑士 董明朗虽然在南非 出了去 因为现在已经出了去了 回来之后其实双倍性 但始终都是博大大都会禁标 那场真的很靠默少 神鸡玛他在这组里其实真的不上方 你看这场只有7月让手 一没了让榜的优势 有默少的人都帮不了太多 那这次用董明朗大跑平榜 对手其实我觉得是强的他那时候赢了大都会禁标 因为那时候赢了王族 所以这样计算 总是有董明朗放手 但其实董明朗在南非赢了一级赛 他在南非赢了一级赛 不是他在南非赢了一级赛 其实他也是偏向所谓是勤力那种 就是有点像苏绍辉做英国赢了一级赛 希望董明朗这次回到海棋这一级赛 也会有一些好的表现 刚才说到海西之前输了给大夫大王 我们就立刻和大家看看他怎么输给大夫大王 就是那场的金销战錦标 当然大夫大王那场也有点惊喜 因为那一天没有遇到原来这么理放 所以他回到后面那些比如说山顶巷那些 完全追都追不到 但是其实大夫大王本身有千六米的变速力 也都曾经试过在长一点的路程都OK 相对来说一里的变速力又有少许气量的话 其实如果预备到时星期日的基维尔马尔 都是比较利在前面的话 其实对他们来说真的很在意 加上有霍丽不帮手了 这个就更加加价 本身他在去年的南非赢了一级赛 债书给卡埃公主和在路约见 那今年见到这赛再有些进步 因为以往其实去年他三岁的时候 就觉得他就好像是那些一级赛边缘分子 就是那些三四名那些 但是今年就有些不同 今年好像真的有些进步 那这一场你说他可能会是利货 但至少他都叫做耶拉海西 那个姿态是轻松 再加上今年的基维尔和以往真的有些不同 是的 以往基维尔是正确冲的 很确冲的 但是今宵战比较好 也是放头赢的 是 你猜不过会都是这样的情况 如果是 那么大夫大王就像你所说的 他始终是引入你的变速 而其他对手都是二次二续下来 那这方面他真的会有多好处 但是我问你一个问题 这个关于骑士 上场大夫大王就是M也来跑 今次他又不跑 他跑得你选的那只皇家冠军 你觉得是气骑是怎样的 我想都是M也来选的 还有皇家冠军的能力 他真的证明过他 他至少是下季杯那边的军军 所以你对比大夫大王 因为大夫大王只是刚刚赢 一级赛 还有这一类物并不是M也来的基本做 是的 没错 所以这方面我就不太大夫心 还有我本身也很喜欢皇家冠军军 但是大夫大王始终是获勵而帮手 加上考试也不是那么复杂 照计三角也不算 是的 因为你看大夫大王最近的骑士 我当是由二三年开始数起 杰奇 董明朗就是上年冠军杯的第三个骑士 接着有范德宝 市场冻结其M也来 这次一找到 找到现在南非最高的霍利盐来跑 就算M也来不要他也好 你放个霍利盐来跑 我自己也觉得信心是很大的 就是刚刚吃正 近排基维尔马场 有点变了的pattern 只要前面是放得轻松的话 这个大夫大王 我想应该三格也是很稳妇的 是的 看完两条战线之后 就看看数据 就是更加大热门的成绩 其实就非常之好 嗯 除了陆登神特例4之外 另外那4只 就飞灌直眼 包括初鲁奇一win一挑 嗯 那今届初步看大热门 估计就是大夫大和 或者再度无限 是的 都是他们 那这场马 其实我觉得第一集 其实都挺明显的 嗯 所以估计应该都会维持大热门 近年届较比较好的成绩 嗯 没错 而且变成了一些很近方的马 其实他们成为热门也是很合理的事 就是不会是一些 好像刚才我们说的 可能是超卖 或者是什么都好 而且他们的确是有一个挺不错的 赛职和能力去支持的 那所以今届的南非冠冠杯 虽然出马就相对比较少一点 只有9只可能会有少少失色 因为我们经常都觉得 看南非大座好像大feel点 没错 好feel点的嘛 但是只有9只 但是呢 原来一级坐冠军都不少 还有他们的能力都是挺不错的 那我大部分始终都是 维持在一个比较好的形状 嗯 有些可能那个形状不好 比如它有双倍性 但是它本身大多会这样一点 是的 南非就很重量级的一级冠冠 所以其实今届冠冠杯 它虽然画得9只猫头 但是其实水准已经算是非常高 嗯 没错 那这一节就和大家看完南非冠冠杯 最后一节就会和大家看德国赛事 不过不是大家看的柏林大赛 是一场全新的巴佛利亚大赛 有什么猫头呢 回到第三节再和大家聊 喜欢我们的影片的朋友 就快点去追踪我们的Facebook和IG 之后再叫你的朋友 一起去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按下旁边的小钟 那就不怕错过我们每一集的最新资讯 记得 我们下来看看